詞曲 李宗盛 主 新的一天 每個造成都是新的 主你的信實何等廣大 我要在你新的恩典 新的活水中 獻上我的敬拜 新的一天 你榮耀彰顯 充滿我眼前 是你我織保 你美麗和神 皆感性我靜伴 祝你是我最愛 新的一天 你榮耀彰顯 充滿我眼前 是你我織保 你美麗和神 皆感性我靜伴 祝你是我最愛 愛我祈禱 愛我祈禱 恩典深處 像河河流盆 從你寶座永處 愛我開放 愛我寶座永處 你也新那구 走我想 weave everyone 你美麗的身杰 更新我清白 祝你是我最愛 帶我進入 燈點深處 像河流伴從你到左永處 接近我心 接近我力 祝你是我最愛 帶我 帶我進入 燈點深處 像河河流伴從你寶座永處 接近我心 接近我力 祝你是我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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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造成有你的靈 接近我的心 我的靈 我仍要說 祝你是我最唯一的摘愛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親友姐妹平安 今天的晨星時光是在 詩篇9篇11到20節 活過生命的主題是 不忘記神的百姓 神也永遠不忘記他 這一篇是大魏的詩 那特別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上帝讓我們進到詩篇 我覺得是一個上帝很美的帶領 讓我們也在在疫情的期間 我們發出敬拜讚美的聲音 這一篇大魏的讚美詩 讓我們一起進到上帝的心意 讓我們一起進到大魏 怎麼敬拜神的靈裡面 跟大魏學怎麼讚美 怎麼歌頌神 怎麼稱頌神 為什麼大魏這樣合神心意 大魏是有一個怎樣的眼光 怎樣對上帝的回應 那我也相信疫情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挑戰 但是也是讓我們重新 回到上帝的面前 特別是在我們生命 遇到這樣子的一個 不容易的狀況 我覺得更是挑戰 我們的生命是否轉向神 我們是不是仍然是有神的思想 還是我們臉光只看到 問題困難的挑戰 其實問題困難再大 其實一個最可怕的 或是最嚴重的 我想就是死 死亡這個死 大魏也一樣面對 十三節裡面提到說 你是從死門把我提拔起來 其實仇敵影響或傷害我們 最嚴重的地步 或者甚至大魏面對很大的問題 可怕到一個地步就是要他死 我們生命也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碰到一切經濟疾病關係等等 甚至到死亡的危險 大魏也是一樣 許多時候他離死不過一步 離死 因為你知道 只要你還沒死 就還有一線生機 但是仇敵可怕的是他要你死 為什麼這一次這個疫情 讓這麼多的陷入恐懼 因為他造成的死亡率 那當你還有一線生機 仇敵不會放過你 仇敵就要你死 在這樣一個那樣可怕的狀況 仇敵要你死 面對這麼大的困難的時候 大魏有一個最棒的 有一個最好的 一個最提升的 這個在他生命當中 一個秘訣就是起來讚美 在這樣的狀況 大魏的眼光 大魏的思想 大魏的一切 還是上帝 所以很多人會問了 那我怎麼樣讓我的眼光 我的思想 我是有神的思想 有神的眼光呢 今天我們就一起進到這個詩篇 九篇的十一到二十節 大魏的秘訣 當然這是讚美詩 所以讚美送讚敬拜 那個是這個詩篇的主題 首先第一個 大魏怎麼會有這樣的眼光 這樣有神的思想呢 第一個是你可以看到十一節 因當歌頌居喜安的耶和華 將他所行的傳揚在眾名中 大魏第一個就是讚美上帝 在他的生命當中 讚美神在我們當中 弟兄姐妹 無論碰到怎樣的困難怎樣的挑戰 你要有一個信心跟思想 就是上帝在我們當中 上帝在我的家裡面 上帝在我的辦公室 在我的職場 當你知道上帝在我們中間 你就能讚美 因為上帝在這裡 上帝沒有離開過我們 上帝喜悦我們 大魏知道上帝在我們中間 他說要歌頌居喜安的耶和華 大魏住在哪裡 住在喜安城 他建造了 他預備了一切邀請神 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大魏有這樣的信心 居喜安的耶和華 在今天當你碰到任何的景況 好不好 讓我們也一樣有這樣的信心 要歌頌住在我家中的耶和華 要歌頌住在我辦公室的耶和華 歌頌住在我的任何一個地方的耶和華 當你相信上帝在我們中間 你就能讚美 大魏堅信上帝住在喜安 他就在所在的地方 不斷的讚美神 這是一個一體的兩面 當你歌頌上帝說 上帝你住在我們中間 你一個信心 你說你住在我們中間 你讚美上帝在我們中間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是 有的人會說 那我沒有感覺到神在我們中間 我那麼多困難 我那麼多問題 神在我們中間 那我再給你一個秘訣 當你歌頌上帝你住在我們中間 當你不斷的讚美 不斷的稱頌神 不斷的在上帝面前歌頌他 大魏是歌頌到一個程度 讚美到一個程度 十四節說 好叫我訴說你一切的美德 我必在喜安城的門 因你的救恩歡樂 門是什麼地方 門是最多人聚集的地方 大魏在門 在喜安的門口 他就讚美神 他歡呼神 他送讚神 他送讚到一個程度 每一個弟兄姐妹 你效法大魏的樣式吧 你歌頌神 在你所在的地方 不斷的歌頌神 我要這樣說啊 即便上帝不在 他聽到你讚美的聲音 他要被吸引而來啊 因為我們的上帝 是以我們的讚美為寶座的 我要做一個簡單的比喻 如果你的朋友很喜歡吃烤雞 你邀請他 你在你的家煮烤雞 他聞到這個香味都想過來啊 你預備了這個烤雞 是他最喜歡的 他怎麼能不聞香而來呢 今天大魏在門口 在喜安的門 他大聲送讚耶和華 噢神聽到這個聲音 神聞香而來啊 神聽到讚美而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 讚美上帝在我們中間 第二個 大魏怎樣有一個和神心意 有一個怎樣神的眼光 屬神的眼光 就是讚美神的俗性 在這段經文裡面 你可以看到 其實神的屬性 每一個人都了解 一個是神的慈愛 第二個是神的公義 但是許多時候 我們會在困難或問題當中 我們忘記了 但是我今天真的要 鼓勵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有一些在我們裡面的 一些堅若磐石的東西 我們要緊緊抓住 用信心抓住 不論遭遇任何困頓 問題害怕 你裡面總是有個信心 堅信跟確信 是上帝的屬性 他是公義的上帝 他是慈愛的上帝 把這個對神的屬性的相信 堅信放在你的裡面 大魏如此堅信 如此相信 上帝的慈愛 上帝的公義 在這段詩篇裡面 可以簡單看見有兩種人 第一種人 十五節你看到是外邦人 就是不認識神的人 不相信神的人 或者是十三節 恨神的百姓的人 就是跟上帝做對 神的百姓是屬神的 你恨屬神的 當然你是跟上帝做對 十七節 惡人 做惡事 做邪惡的事 這些人是神不喜悅的 這樣的人 這些人是同一類人 無論是外邦人 恨神的百姓 或是作惡的人 這是第一種人 第二種人 是什麼人呢 是受驅的人 困苦的人 十二節 十八節是窮乏的人 首先我們必須先 選對邊 選邊站 你了解吧 在這個時刻 上帝看顧哪一種人 你要知道 誰是神的心上人 上帝有個屬性 就是慈愛 他的慈愛發動 他看見困苦 他看見窮乏的人 向他呼求的時候 上帝紀念他們 上帝紀念在埃及寄居的 當埃及人在埃及 四百三十年 受盡這樣的欺凌 奴隸這樣的生活 上帝聽他們的聲音 所以誰是上帝的心上人 就是那些在困苦的裡面 在窮乏的裡面 在受虛的裡面 在軟弱的裡面 在無助的裡面 來尋找上帝的人 所以每一個在疫情的裡面 無論你經歷什麼 遭遇什麼 好不好 我們可以吸引上帝的慈愛 我們的困苦窮乏 加上我們的呼求 記得啊 不是只有窮乏 不是只有困苦 你要呼求上帝 當你裡面謙卑 來到上帝的面前 你發現你自己的缺乏 你發現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力量 過去你可能依靠自己的經濟 依靠自己的工作 依靠自己的公司 依靠自己的能力 依靠自己的人脈 財賣 經脈 依靠你所有的一切 依靠你的健康 但是如今你全然的放下你自己 這裡講的困苦窮乏 是一種在靈裡面的缺乏 靈裡面的需要神 在裡面放下你的肉體 你發現自己全然軟弱 不能依靠自己 你來到上帝面前 大卫就是這樣的人 當你如此來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紀念你 上帝被你的聲音吸引 上帝的慈愛的心要向你發動 所以大卫讚美上帝的俗性 我如此上帝必要救拔我 我如此上帝必以紀念我 第二個大卫讚美上帝的公义 公义的神必會在惡人身上行審判 當你讚美上帝的公义 上帝怎能不為你施行一切的歧視呢 所以一切的惡人 一切傷害上帝百姓的 一切在這樣的景況的裡面 欺壓上帝百姓的 疾病的 貧窮的 黑暗的勢力 仇敵的作為 恐懼的靈 傷害上帝 整不為你施行公义 弟兄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 起來讚美嘛 當你呼求神 當你尋求祂 當你讚美祂的屬性 上帝就要照著祂話語的信實 發出祂公义的審判 上帝就要照著祂話語的信實 發出憐憫的作為 向你施慈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大衛有一個合神心意的態度 合神心意的作為 就是傳扬上帝的作為 11節 將祂所行的傳扬在萬民中 歌頌祂 應當歌頌居西安的耶和華 14節 叫我述說你一切的美德 甚至述說到一個程度 我因你的救恩大大歡樂 鼓勵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我們的讚美 我們的歌頌 不是只是在我們自己的房間 大衛怎麼做 大衛找一個全世界的人 全國的人都聽得到的地方 在城門口 大衛不只他知道 大衛是告訴所有的人 他說把神所行的傳扬在眾民中 不只他 所有西安城的百姓 城門口是所有人都會經過的地方 我要說 大衛真的是媒體高手 我也鼓勵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你要經歷翻轉 你要經歷改變 你要經歷更新 你要在逆境裡面突破 你要送揚神 所以那個時候你要怎麼做 那個時候你真的要起來 如同大衛一樣成為媒體高手 把神的作為傳扬出去 把神在你身上所工作的傳出去 擴大上帝的工作 你把神的作為 告訴所有人 甚至你要在城門口 運用所有在疫情期間 你可以使用的媒體 FB IG YouTube 任何的東西 拍影片也好 送贊神 讚美神 大聲的喧嘩 大聲的吵鬧 告訴人上帝有多好 上帝有多棒 上帝有多慈愛 上帝有多公益 如此上帝怎能不聽見 上帝怎能不發慈愛 不發怜悯 因為你讚美神 我剛剛有提到 上帝本來他不在 聽到這聲音他都要來啊 因為他被讚美吸引 這一切的一切 都要幫助你 跟神重新建立一個真實的關係 讓你更加的有信心 相信神 當你讚美 你的信心就會提升 當你讚美 你的感恩就會興起 大衛為什麼可以這樣禱告 是因為他裡面有個感恩的靈 當他遇見困難困頓的時候 他思想 上帝你過去 你怎樣把我從死地救出來 他的生命充滿了精力 天皇姐妹 你的生命也充滿了精力 精力是沒有用的 你知道嗎 精力是要訴說出來 變成感恩才會帶下能力 以色列人經歷埃及 上帝這樣大的神蹟 沒有用啊 因為他們沒有訴說 他們沒有感恩 所以沒有化成他們生命的能力 當大衛經歷困頓 經歷仇敵 用死亡的威脅的時候 大衛感恩 他感恩上帝 怎樣把他從死地救出來 上帝你怎樣把我從 哥利亞的手中救出 上帝你怎樣帶領我 打敗菲利士人 你怎樣帶領我在 扫羅逼迫的時候 我可以得勝 他從小不是被當作戰士培養 他從來沒有打仗的訓練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牧羊筒 他充其量只會甩石子 但是上帝使用他 但是上帝提升他 因為他在讚美的時候 他在越讚美的時候 越多感恩 這個感恩就帶下能力 這個能力化作信心 更深上帝的同在 以至於他就有上帝的眼光 他就成為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鼓勵我們每一個 在疫情當中的病夫姐妹 過去上帝怎麼幫助你 寫下來吧 細數這一切跟你的家人分享 過去上帝怎麼帶領你 細數這一切 過去上帝怎麼救你 你總有得救的見證吧 寫下來 過去你說你沒時間寫 現在寫下來 寫下來 拍成見證 傳扬給你的朋友 在城門口傳扬大聲的喧嘩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為上帝所做的一切感恩 所以感謝主 上帝要帶領大衛 上帝要帶領我們中間每一個人 在疫情的裡面 我們翻轉得勝 讓我們一起經歷大衛的作為 從死裡得勝 從不能裡面成為可能 從破敗裡面翻轉得勝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 你帶領我們 為所有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經歷環境的困頓 以及各樣的變化 各樣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要讚美 求你把大衛的讚美賜給我們 把大衛的眼光賜給我們 求你把大衛讚美上帝的同在 這樣的能力恩高眼光賜給我們 把大衛這樣感恩的能力賜給我們 主啊帶領我們 認識你的屬性 讚美你的屬性 讓我們經歷你 謝謝你 引導我們每一個人 讓我們成為敬拜者 讓我們可以成為 傳扬你作為的人 引導我們每一個人 在你的手中 謝謝你帶領我們 聽我們的禱告